高雄地检署今年接获高市卫生区提供辖区有部分诊所药局未经诊查就直接贩卖解加一车下定笔普利、左配棉等管制药品给毒品病患接引 雄检前天大规模搜索发现诊所负责人没有医师资格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医师法雄检讯问后三名区某诊所黄性负责人生涯后雄院十万交报凤山区某诊所许性负责人 胡敬护理师陈信医生兼诊所负责人陈信药局负责人兼药师检方讯问后预知十五万到一万元交报 雄检指出第三级管制药品比普利注射剂 Termatic注射液解加一车下定级俗称麻令之第四级管制药品 Darscan等均为继承隐性的药品如何于医药及科学上需用者为管制药品 否则即属第三级第四级毒品范畴 检方调查发现三名区某诊所负责人黄南57岁 凤山区某诊所负责人徐女37岁均为具意识资格 涉嫌在2015年到2017年间若有第一级毒品海洛因戒断症状病患前往诊所 为经医生实际看诊及评估病患身体症状精神状态 对毒品成隐性及量身制定戒毒计划 为开力管制药品处方间情形 每支针剂200元到400元不等价格 贩卖笔普利注射剂 Termatic注射液 麻令等针剂域病患 再由各诊所护理师直接为病患 注射已解引 二诊所挂名医师事后在病例不时记载 检方查出 有部分诊所已有医生未进行疗程及评估 且未开力管制药品处方间的情形 却仍以每定400元价格贩卖 第三级管制药品写加一舌下定与病患 同时在病例上不时记载 检方指出 部分诊所及药局在此次搜索行政机查 警发现有少部分行政缺失 检方请高雄市卫生局一直权为必要处分 检警前天会同高市卫生局到凤山 新兴三明 严城 大社 林园 林雅等区诊所 药局共12处执行搜索及行政机查 共扣的第三级管制药品 B普利注射剂 Prinolfin 7000余知 Termatic注射液 近500值 第四级管制药品 Diospam 俗称马力 Valin 1700余知 疾病患病例 处方间等资料 高雄地检署 高雄地院外观 脱爆器资料照 分享